记者朱晓龙直播时侮辱全红蝉 说他纷纷颠颠像白痴一样 果然全红蝉在巴黎硬钢记者后 国内的媒体人就开始批判他了 昨天南方系体育记者朱晓龙在直播时 说全红蝉纷纷颠颠的展示金牌 然后又说全红蝉去学英语是对的 这满满的公知味道 朱晓龙还说全红蝉长大了 不可能一辈子跳水 他还说全红蝉作为一个人 不是很完整 没想到全红蝉为国贞光拿下三枚金牌 在该记者眼里竟然是纷纷颠颠的形象 即便是对一个17岁小女生 也不能恶意地用白痴这个词来描述 朱晓龙被骂后转发了一个洗白的视频 但是网友们并不买账 他又把视频删掉了 并且开启了评论惊献 事实上朱晓龙对全红蝉之前就有恶意 有国外网友爆料 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全红蝉 朱晓龙暗戳戳地说 不知道外国人为何那么喜欢看跳水 朱晓龙对国外运动员非常推崇 基本都是褒奖的话 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立场 有网友就举报朱晓龙 希望他公开道歉 张雪芬说的新闻学果然如此 全红蝉在巴黎被问得很无语 他的回答很直接 但也得罪了媒体圈 相信以后批评他的言论不会少 全红蝉只有用更多更好的成绩 才能狠狠打他们的脸 北京时间8月13日 巴黎奥运会结束 全红蝉终于和中国跳水队一起回国了 可是让人感到无语的是 全妹子这次就算是回国 却都没办法回家 因为想蹭他热度的人太多了 我们的奥运冠军 真被这些人搞无奈了 中国军团不屈奥运冠军 40枚金牌一共有59位运动员拿走 全红蝉也是完成了奥运双冠王的成就课 问题就在于 现在全红蝉好不容易回国了 却未必能回家 他的母亲接受采访时 面对镜头直接诉苦 想蹭全红蝉热度的人太多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全红蝉的妈妈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了 他的老家麦和村 因为全红蝉奥运在夺两块金牌 再次出圈爆火了 来的人太多 所以现在根本就不敢让他回来 有句话叫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就是这么个道理 都知道全红蝉夺冠奖金多了 国家也给各种福利了 现在都开始过来跟他攀亲戚了 所以他母亲就无奈地表示 现在不敢让他回家 来的人太多 连过年他都回不了家 只能通过视频跟女儿聊天了 而且可怕的是 这些人各种蹭全红蝉热度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现在他老家直接成了个网红打卡地 他爷爷家门口直接成了小吃一条街 来的人很多就在全红蝉爷爷家外面摆摊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 导致他们那个村已经开始派工作人员 日夜巡逻了 晚上都休息不了 因为游客太多 不光如此 全红蝉的家乡直接连夜休路 连夜新建停车场 连夜摆摊卖小吃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也没有这种停车场 全是由于过来他家打卡的人太多导致的 你说你来一两个就算了 这么来几十上百辆车堵门口 那能不影响人家生活吗 这也太实快了 这些网红是不是太过分太恶心了 已经影响别人生活了 闲着没事干 但为了赚自己的流量去打扰人家全红蝉家人正常的生活 四年一次去蹭奥运会的热度 真的是脸都不要了 如果不是这些人 全妹妹真不至于回不了家 全红蝉一回国 老家就变成了网红打卡圣地 这情形简直就是门前三包心正下的搞笑版 看着游客们排长龙就为了在他家门口自拍 仿佛全红蝉的家变成了网红直播背景 连带他爷爷家的门口也不得安宁 成了自住小吃街 各种摊位比肩接种 而他的家人 本来普普通通的一家人 现在得搞个24小时不间断的私人直播 向全世界更新他们被打扰的生活状态 全村人都知道归来的女儿金光闪闪 但谁也没想到金牌背后的重量竟是如此沉重 家门口的那一条不平路 连夜都被修成了柏油路 全红蝉只好远远地望着家门口 因为门口的人潮把他挡在了外面 说到网红 他们为了那点可怜的流量 啥都敢做 全红蝉的家变成了他们的新战场 你看着那些打扮花枝招展的网红们 带着三脚架 相机比脸还大 摆弄着各种姿势在全红蝉家门口拍照 这画面活脱脱一副狗皮膏药现场 谁沾谁倒霉 全红蝉的母亲眼看着自家门口变成直播间 能怎么办呢 只能叹口气 全红蝉的母亲原本以为女儿成为奥运冠军 是家里的大喜事 哪知道这喜事变成了天赌的根源 全村的人流向开闸的洪水 不请自来 他在镜头前无奈地说 全家的人都变成了动物园 每天被人指指点点 特别到了过年 全红蝉连家门都迈不进 只能通过屏幕向家里人拜年 母亲的心里苦 可谁知道呢 外人只看到光鲜 哪见得到这背后的烦恼 话说全红蝉的老家 本来只是个大山深处的小村落 一夜之间变得人山人海 原本安静的小巷子变成了停车场 村里的空地一夜之间被小吃摊占领 之前连个超市都没有 现在倒好 连夜休路 建停车场 摆小吃摊 可谓是升级快速 适时打时的变形计 村里的老人小孩 原本享受着乡村的宁静 现在好了 噪音 灰尘 人潮波涛 这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不就是因为全红蝉的名气吗 这不禁让人感叹 荣誉背后的代价 真是让人扎舌 他的爷爷家门前原本是个可以晒太阳聊天的好地方 现在好了 直接变成了小吃即逝 小贩们为了赚那点油水 不分昼夜的摆摊 噪音 油烟 垃圾堆成山 全红蝉的家人本来想安静地过日子 现在好了 连正常休息都成了奢望 那边乡全红蝉在国外拿金牌 这边乡 家里老人连个安静的午睡都成了奢侈品 而且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为了追逐网络流量 一些网红也不顾村民的感受 硬是要在这里打卡 他们或是直播 或是拍照 把全红蝉的家乡当成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村里原本的宁静和秩序被彻底打乱 这些网红可能自以为是在帮全红蝉宣传 实则是在损害她的形象 真实讽刺 他们的行为不仅让村民的生活陷入困境 也让全红蝉的荣耀蒙上了一层阴影 她在奥运会场上一鸣惊人 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 可她回到自己的家乡 却要面对这样的困境 全红蝉的成就原本应该是全家人的骄傲 现在却变成了负担 她本应在家乡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现在却连门都难出 这样的情况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这样的热闹到底是福是祸 全红蝉的家乡 原本应是她心灵的避风港 如今却成了热闹非凡的市场 这样的转变 对她对家人都是一种考验 在全红蝉的家乡 夜晚不再是安静的 因为村里不得不开始实行夜间巡逻 想象一下 你在深夜里甜甜入睡 突然被一群打着手电筒 大声讨论的巡逻队吵醒 那种感觉肯定不是滋味 以前村里的夜晚只听得见蛙声一片 现在好了 成了热闹非凡的夜市 连小猫小狗都睡不好觉了 这都是因为来观光的人太多 整个村子不得不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关于村民的无奈和困境 这真是或惜福所以 福惜或所福 全红蝉的成功 无疑给村子带来了名气 但同时也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困扰 本来清静的小村庄 现在成了热门旅游地 村民们的日常生活被彻底打乱 不仅仅是全红蝉家 整个村子都在承受着突如其来的变化 早上醒来可能门口摆满了摊饭 晚上想安静休息 外面却车水马龙 这突如其来的热度 让不少村民感到手足无措 原本的平静生活 变成了每日的应对和忍耐 它不仅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 更无意间改变了一个村庄的命运 但这种改变并不全是积极的 流量至上的现实 让全红蝉的家乡 不再是那个只有村民知道的小村庄 而是成了全国的焦点 这种关注虽然带来了名气 却也带来了问题 全红蝉的故事告诉我们 每一个闪耀的背后 都可能伴随着 不为人知的烦恼和挑战